各位網友大家好 又到周末好會處的時間 究竟這次我們會說些什麼呢? 就是又是香港人最常去的地方 星期六天去的地方 當然是不想消費 因為內地 無論是深圳也好 廣州也好 周圍也有很多吸引港人的地方 甚至逛逛超市 很多東西很新穎 吸引到很多香港人會去的 這次也會跟大家說一下 過癮啊 真棒啊 很划算啊 大家一定是這麼心想的 其實某程度上 港人被人劏了也不知道 因為現在深圳Costco 被人拋棍吃水心 大家真的要聽聽 也會跟大家說一下 除了行山姆 合馬先生Costco之外 另類超市也帶給大家 看看不要只是走來走去 希望 轉一下味道 好 請大家給個LIKE 支持一下 好 當然有人說 羊股 你沒有去過 Costco我真的沒有去過 但是山姆我有嘛 你問我 第一個反應 我不是特別便宜 我為什麼要特別在上面買回來 這間的 不是 真的很划算 行了行了行了 你贏 真的 真的 你失散沒有我 我那時候還沒有 中伏group 在facebook那些 我都已經說過 我自己計算過的條數 也不是像想像中那麼 那麼划算的 當然 總有人不聽 對嗎 你要證明 給別人看 你是最精明的人沒辦法 只能夠認同你 但是這次這間Costco 剛剛開模式而已 這麼快就被人揭穿 廬山真面目 原來是劏客劏得穩 那是怎樣呢 我們一起跟大家看看 排數小時 原來進去是被人劏劏 真可笑 但是原來近期有人傳出 深圳那間分店和上海那間 同一款產品竟然不同價錢 這樣也可以 由於這間Costco 是美國的大型倉庫式的超市 在深圳也開了第一間分店 大家每個人都趁熱鬧 看一看八下 更加香港人就走上北上朝聖 不在話下 其實 除了深圳之外 你不介意的 你飛上去上海 蘇州 寧波 杭州 都有門市 你不一定只逼深圳 你星期五收工 去上海也可以 你玩玩 上海多不多人去 也很多的 不過不是香港人 最常去的地方 一定是深圳 廣州那些 但始終有些眼利的網民 竟然發現了 深圳的Costco 竟然跟上海那間有分別 分別是不是很大 有時候 香港的便利店 這間分店跟那間分店 也未必一樣 你有沒有試過 當然有 那些便利店 如果你隨便在街邊 那間 同一件產品 舉例是一瓶咖啡 你去那些地鐵站 都不同價錢 比地鐵站的貴 真的 可能很多人都有留意 所以 是不是合理呢 雖然價錢跟都不會差很遠 因為有人說 看到有兩款 紅到爆的產品 竟然 差價超過50% 哇 不是吧 這麼恐怖 這件事件怎麼收貨呢 我們一起和大家看看 深圳和上海的價錢差那麼遠 有人覺得深圳那間 店舖特別貴 全因你香港人有關 有關香港人市 不是吧 因為 可能 他坐落於深圳 又知道那麼多香港人上去 他們的 消費力也是極高的一群 所以 有人覺得這間商家為了賺多些香港人的錢 刻意把價格浪高一點 有人投訴 這簡直是很離譜 因為深圳人有錢 但是深圳人不是傻子 是不是真的 當然有人很詳細嘗試了解一下 有人覺得 他從地區 不同按地區的消費能力 甚至乎 他 這個地方可能放低一點 這個地方放高一點 也能賣得到 他有錢賺 為何不賺 他覺得這個銷售手法合理 那你們又覺得怎樣 當然不行了 不行了 你當我傻子 現在告訴你 他不告訴你你還叫很划算 傻子 你真是傻子 所以他不肯貼受這個真相 你告訴他 其實你 還要比你十幾二十元送到你到你家 不是的 你上來玩 很多藉口 隨便 你喜歡 其實我自己覺得 一件產品 他 有些人覺得很值 有些人覺得不值 因為你心中有一個價錢 你會覺得他這件事 值多少錢 舉例 有人覺得一碗雲吞麵 30元 沒問題 有人覺得300元 都沒所謂 最重要 吃得舒服 要求是這裡的 吃得舒服 麵有蛋味 這個大地魚湯 又有蝦子 雲吞剛剛好 一口一口一口可以吃 他夠了 正宗 我覺得300元是值得付的 因為我買他的功夫 我買他的什麼什麼什麼 有些人覺得瘋子 瘋子 300元 你給別人湯 我吃30元 大家是不是有同一碗麵 拖出來不是那一塊東西 有什麼分別 所以 看法不同 但是 其實 某程度上 是不是 好像 人們覺得 真的很離譜 有人說 同一個水壺 在山浦看 深圳福田賣149 在龍華分店賣130 總之 可能 他會按照那個地區 究竟是不是多香港人去 所以去標價 這個就是山武 有人發現了這個問題 另外 Costco Costco也有 舉例 有一種產品 他說這一種產品 貴那麼多 為什麼會這樣 原來就是 發現 其實可能是同一款 但是 原材料 舉例是 普通 鋁的 舉例是鋁 不知 我再說一件事 鋁製造的一件產品 另一個就是 北秀鋼的產品 可能大家也有一個 舉例 那麼 大家也知道 為大家同一個款 但是原來他原來不同的物質 那個價錢 又可能標價不一樣 這件事 大家也覺得 其實 不單是Costco的問題 山武也有這些問題 又是 為了覺得 要按照 是不是 香港人去哪裡買 所以 去標價 所以有人就覺得 是 香港人類似 所以 我自己覺得 被人當作水語 就不要大叫底 這件事也說完之後 看看另類推介一下 這個我都沒去過 我都想試一下 近期我就走上去 連堂口岸那邊 那邊 看看 那些超市是不是真的那麼划算 我自己也做了一個實地的 考察 有些東西真的划算 有些東西真的划算 真的 或者燒肉 這個也可以說一點 有些人在 連堂口岸的商場 一出 一出關 然後他有個商場接駁 那裏的燒肉 50元 你覺得很划算 香港賣100元 但是 之前我講的那些超市 其中一個在近連堂口岸的 25元 25元 對 很多人看著 又差一倍 你想想 50元跟香港100元又差一倍 然後你在50元 再走一會 你坐兩個站 兩個站 剛剛他在那個連堂站附近 那個超市在連堂站附近 然後你看到25元的燒肉 神經病 所以有時候真的要 貨給三間 不要做了水魚 因為其實某程度上 是貪方便的 大哥 你一看到50元 多少人圍著買 我看到很多香港人 我們當然要看清楚一點 再走一會 所以其實 有時候 你不要想 比香港便宜就要搶 很笨 你不要只是在深圳 你在外國 或者其他地方也有 試過 有一個例子 在 台灣 有人去了台灣玩 然後 一落地 去了一個地方 就有這些模型玩 賣 他很喜歡 看到一盒很喜歡 立即賣 好划算 便宜 香港 走多不夠兩分鐘 看到另一檔 又是賣同一款 平均兩三個 差不多 500元內 台幣 的 價錢 你走一會兒又便宜一點 你真是 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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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可以因為那種興奮 就馬上 先買了 不要執算 這些東西 周圍都有 我們說一些周圍都沒有的東西 我最少在香港沒有 這個會否令港人的新業點 說到原來 深圳有一間以俄羅斯貨品 主打的超市 除了俄羅斯方塊之外 還有這個羅宋湯賣 這間超市賣什麼的 賣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東西 有日用品乾貨、雜貨、糖果、餅乾、特色小食都有 大家都知道俄羅斯出名的俄羅斯娃娃 我在福田 有些類似市集地攤 我見過有人賣俄羅斯娃娃 不便宜 很貴 幾塊錢一個 我還說幾百元 這個我先放下 俄羅斯娃娃知道是什麼嗎 好像木製 好像木製的 最大的是在外面 然後在外面的公仔越弄越小 不同的表情 有很多個 一個套著很多個 俄羅斯娃娃很有趣 這間超市 俄羅斯超市是深圳第一間 叫深圳洪山6979 這麼有趣的名字 這間超市是深圳洪山6979 俄貨市集 這超市叫俄貨市集 俄貨市集賣很多東西 基本上你不懂得看 不是英文 是俄文 或者是烏蘭文 很有異國風情 有什麼東西吃呢 原來有一種罐頭酸葉青瓜 巧克力很划算 五元牌 另外 酒類 通常都是 烏蘭文 當然不要喝那麼多酒 煎 我也可以上去看看 糟糕了 一聽到酒兩個字 不是 只是忙一下 可以上去看看 有什麼 薯片 熱氣 果汁 檸檬汁 大啤酒 不知道是什麼酒 很多酒 俄羅斯人是喜歡喝酒的 烏酒 也有很多 特別的 有些繪畫風的酒 巧克力 快要過年了 可能買這些 糖果零食 放在自己的全盒 康泉水 牙膏 面膜 敷完整個俄羅斯美女 黃瓜罐頭 俄式芥辣 番茄罐頭 蜂蜜 這些人喜歡煮食 我相信 可能 你也可能上去買一下 還有 有人喜歡上去掃可樂 不要喝了 可樂就算了 還有很多不同的飲品 還有廁紙 廁紙 28.9 28.9 這裡有多少卷 10卷 我莫測 10條 10條 廁紙 2.8 2.8 2.8一卷 不划算 我好主持人 我好主持人 香港買不用2.8 神經病 當然了 這些大家自己用開 自己知道 還有 還有 這隻 維達 這隻 更便宜 牙膏 有些香港有的品牌也有 很划算 這些自己上去看 還有洗頭水 不好意思 洗頭水我就用開某些品牌 高筋麵粉 高筋麵粉 20元也不用 米 米不會買 切根 怎麼抬下來 這樣 不過 也可以說 兩頭 A連堂口 香港有間速遞公司 現在真的很招呼香港人 他都標明了 在山姆買完東西 他立即可以和你送貨 是的 你可以看到 現在真的是 針對性 對香港人的消費能力 你問我 我自己在連堂口行 打了個白鴿鑽 那天很冷 我的紙巾 我下午4、5的我的紙巾 我的紙巾都很冷 那麼 你問我 真的有很多香港人上去 因為平日 很多主婦 主婦 走上去 每個人拿著買送車 這個也是事實的 我們之前報過 有很多東西都不能帶過關 其實我自己也想 如果不是你說不帶過關 我都不給帶過關 那我就會去買 就像雞蛋一樣 一排 一排一盤 30隻 29個多 總之一排30元也不用 你自己一元一隻 香港又不行 19.9還是29.9 總之好像29.9 雞蛋比香港好便宜 另外 另外 那些麵包 有很多 蒸包 其實現在香港的蒸包很貴 大家去過那些蒸包 什麼叉包 流心奶黃 菜肉包 大家都知道 加了價 平均 12元 饅頭也10元 但是在內地說 10元4個 大大 有餡料 有餡料 不同的牛肉 什麼餡料 也有餡料 也有餡料 這些都是 兩個半一個 兩個半銀田一個 也有很多高點 也有很多人 去買回香港 你不要問那邊可以買 其實到處都可以買 你自己看合眼圓的 你就去買 你問我吃下去是不是跟香港的不同 是不同 認真 完全有 風味 一吃下去就知道是在內地買回來的 跟香港那種餡料 因為 清一點的香港那種餡料 沒有那麼多味道 但是 你問我 如果從價錢去比較 你真的 你在香港買一個 在上面可以買到四個回來 你就自己計算吧 你買兩個 已經買八個了 夠你吃了 真的吃飽了 所以為什麼你這麼多人上去 消費 其實現在你說香港人 有沒有錢也好 按照這個物價 我找這個錢 我有空就上去 儲存一些糧 在香港 平時 年早餐 我放這些麵包 我會省不少的 你計算而已 有些人是這麼省的 便宜很多 多了錢出來就留起它 所以 也告訴大家 不是說沒東西值得 很多東西都值得 我喜歡 鑽東鑽東走 我喜歡去一些 不多人去 所謂不多香港人去的超市 這個叫做 俄式 市集 我相信我也會去供一供 俄貨市集 不知道你有沒有去過 不妨下面留言說 今集時間到這裡 下次再說 拜拜 拜拜 拜拜